所有才会拼 我拼了命要把我实施的尊严 你记住了 我是拼了命要把我实施的尊严给夺回来 盛天半子齐同伟今天一跪展红图 齐同伟的发家史最为现实 迎娶政法委书记的女儿 然后踏上试图升迁的快车道 从一个小小司法所的基层科员 一路飙升至省公安厅的一把手 李达康和齐同伟同样都是贫寒出身 可两人的三观为何如此不同 原因就在于两人的发展历程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李达康有成绩有伯乐 然后一路凭着成绩提拔 而齐同伟呢 努力白扯牺牲没用 学校操场上的一柜 反倒迎来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前程 经历不同 造就的三观自然不同 所以李达康一直强调政绩 而齐同伟就只看现实 齐同伟和梁露的婚姻 一直在争吵中度过 因为齐同伟到处打电话 捞陈亲权吵醒了梁露 两人又开始了争吵 是 我可以当鸵鸟 把头埋起来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 践踏我的尊严吧 为了那个狐狸精不管不顾了 我践踏你的尊严了吗 你尊严的底下可是够高的嘛 懂吧 您是高干罪 你不就看上我这一点吗 没有他你能有今天 我谢谢你 这事你都提醒我二十年了 我知道您是豪门 我豪门这碗犯南端 对吧 所以我才会拼 我拼了命了把我尸体的尊严 你记住了 我是拼了命了把我尸体的尊严给夺回来 梁露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受害者 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 他是人性之恶的代表呢 他如何毁了当初意气风发的齐同伟 围姑且不论 但就这句 你看上的就是我高干子女的身份 你就知道齐同伟为什么和梁露没有感情 豪门犯南端 嫁入豪门就需要先把尊严扔掉 但这份尊严反倒是最被看重的东西 齐同伟没错 他只是想夺回自己学校操场那一柜而失去的尊严 尽可能让所有人忘了那一柜 而梁露呢 二十年来一直在提醒齐同伟 没有那一柜你什么都不是 你应该感激并铭记那一柜 是践踏我的尊严才夺回来的吗 你心真是供应案的 我不是一个马前泼水的小男人 所以我范围上在女人面前就趾高气啊 我要的是这个世界在我面前低头 所以说梁老师 你没必要过高的估计你自己 什么叫马前泼水 比喻夫妻感情破裂已经无法挽回 但齐同伟将这一句马前泼水的意思予以了延伸 形容夫妻感情破裂就不顾往日旧情 以践踏对方为自己的快乐 齐同伟和梁露是没有感情 从一开始就没有 但齐同伟和梁露结婚 就只是为了向上爬 然后俯瞰整个世界 甚至盛天半子 所以说梁露确实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 齐同伟的敌人并非梁露 而是整个现实世界 只是现在的汉冬局势复杂 齐同伟和梁露之间的矛盾并不适合集中爆发 为此高玉露专门找来了齐同伟打算劝一劝 我跟梁露没感情 这点你们知道 没感情 我就知道现在有种反复啊 叫原配反复 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 你给我等心点 我有什么负感 这种人除了吃醋撒祸 什么呀 就这吃醋撒祸 往往就能毁掉你的拳头 你也知道 现在汉冬的政治局面这么复杂 山水庄园又被别人盯上了 你还去 找死呢 记住我的话 高玉露确实是为了齐同伟好 梁露毕竟是齐同伟的结发妻子 齐同伟的所作所为 梁露最是清楚 一旦他举报了齐同伟 齐同伟的政治生命乃至生命都会立马终结 高玉露清楚齐同伟和梁露之间的矛盾点 更知道高晓晴对两人感情的严重影响 这一劝确实有必要 只是齐同伟可不这样想 因为梁露带给齐同伟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无法原谅的 那么梁露如何毁掉了齐同伟呢 我还真是没想到 齐同伟还真就跪下了 当初我追他的时候 我是出于对男性世界的报复 他越不理我 我就越追得起劲 可当他回过头来追我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屑 我让他到操场上跪下来求婚 其实就是一种 报复 但是你忽略了他要改变命运的决心 是啊 我何尝不知道 他回过头来是追求我父亲的权利 同时 你也用这种权利 压迫他回头 不是吗 想当初政法大学有几位杰出的毕业生 侯亮平分到了京都 陈海分到了省会城市 而担任学生会主席的齐同伟反倒被分到了一个乡上的司法所 为什么呢 就因为梁露追齐同伟三年而不是故意让其父梁群峰展开的报复 就算齐同伟后来调入缉毒队 珍重三枪成了上报纸的英雄仍然无法改变命运 这个时候梁露发话了 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学校操场上跪着向我求婚 然后才有了齐同伟的今天一柜 可这一柜带给了齐同伟什么 我们来听听齐同伟自己怎么说 你也知道 当年在学校操场那一柜 帮我自己的人生轨迹可以说都改变了 但是您知道吗 我根本就不想跪 我读研读了三年 梁露追了我三年 但是我不喜欢他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你还大我十岁啊 我知道 你当时爱的是陈海的姐姐陈阳 对吧 其实当时按照我自己的设计 我是这么讲的 我希望凭我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阶 这样慢慢的做上来 但是现实才会 根据梁露自己的交代 梁露曾经和前男友流产 而且再也不能生孩子 更关键的是 他比齐同伟大十岁 齐同伟当然不喜欢 关键人家已经有了喜欢的对象 可梁露呢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基本原则 通过自己的父亲 梁露峰展开了一系列包袱 直到齐同伟充分见识到现实残酷 跪到在学校操场 或许有人会说 那还是齐同伟想象全力屈服 一直高傲下去 并不是不能活 可我们来看看 齐同伟这样一个政法大学的 优秀硕士毕业生学生会主席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境况 我呀 也不说 别人是怎么整我 咱只说现实 您知道吗 当年 我到那个乡里边那个小司法座 加上我在那只有三个人 那个所长呢 当年是六十年代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 您知道吗 在那一杆就是三十年 我见到第一杆那是什么 满头白发一脸的沧脏 可以说满脸沟壑走 我当时看着我就想 我的妈呀 这就是三十年以后的我 太可怕了 人最怕什么 最怕一眼未来 最怕能够提前预知自己未来的样子 而且这个样子远非自己所想所要所追求 不如自己的学弟 要么京都 要么省会 而且很快得到了发展 唯独自己被扔到了乡上的司法所 而且还是看不到希望的所在 齐同伟能怎么办 认命 对不起自己 改命 上面有梁群峰这样一个大山压着 怎么可能改 就因为梁鹿想得到齐同伟而不能 梁群峰就公权私用 死死压着齐同伟 而梁群峰却大言不惭地 向高玉良这样解释过这件事 这事啊 这梁老师当时也跟我说过 他是为了重点培养你 才把你放到基层去的 你想想 你当时是学生会主席 组织上怎么可能忘了你 高老师这话您信吗 他为了培养我梁老 怎么可能 他只会为了他自己 只会为了他的女儿 为了梁顾去考虑 听我把话说完 当时啊 这梁老师也是这么想的 把你放到基层 从县到市 再到市 一步一个酒店上来 没想到 你突然打破了他的构想 这今天一跪成他女婿了 他就放弃对你的培养 我跟您说 他把我放弃了 我反而成了公安厅长 这倒也是 死死压在相思法所 还美其名曰培养 就只等着齐同伟 向自己的女儿低头 当然 后来的事情 也并非如齐同伟所言 成了梁群峰的女婿 齐同伟压根用不着自己努力 就算自己真的努力 也抵不过梁群峰 这个招牌带来的加成效应 可这种情况能怪齐同伟吗 就算拼命从相思法所出来 主动调去了危险性极大的缉毒队 齐同伟又有怎样的近况呢 那次事件您知道了 我身上中了三颗子弹 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当时我特别天真 我就想了 我是英雄啊 有了英雄的这个身份 我总可以调到 我心爱的人身边了吧 但是结果怎么样 英雄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 工具 身中三枪 上了报纸的英雄 又能怎么样 还是被梁群峰压得死死的 还是被权力牢牢控制住 承认你是英雄 可就是不提拔你 你能怎么着 你敢怎么着 可一旦跪下 一旦向权力屈服 取了梁鹿 取了权力 现实世界突然就对 齐同伟和颜悦色了 齐同伟高学历和英雄事迹 突然就成了职务调整的最佳理由 陈婶 就算李达康通过成绩 一步步爬了上来 如果没有赵立春的看过 让他试试 齐同伟说的对 英雄就只是权力的工具 想让你发出英雄的光 这个英雄才当的有价值 有意义 否则英雄 就只是报纸上一张照片 几句慷慨激昂的话而已 圣天半子齐同伟 才是现实世界最为真实的模样 谁也没权力指责 这个无奈向权力低头的汉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